大家都知道国评有三剑客 分别是大芒许新 马六马龙 还有一个就是嫌弃藏敖丑 非要改名叫狼的藏敖张继科 可本次奥运会上 我们看到了许新 看到了马龙 却没有见到国评三剑客中的另一位 所以张继科为什么没有去参加本届奥运会呢 又为何被众多网友嘲讽 感兴趣的朋友麻烦点点关注 以及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图标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作的动力 作为我博荣誉最多的乒乓球项目 国兵涌现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才 他曾用最短的时间拿到乒乓球大满贯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张继科意气风发 一路过关斩将 拿到了金牌 让所有球迷都注意到了这位少年 瞬间他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他帅气的外貌 加上不俗的实力 让越来越多观众都被他所折服 在人气上升的同时 他心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慢慢的各种黑料不断被扒出 一时间张继科站在了风口浪尖 随着他在人们口中的口碑直线下降 不努力也成为了他的标签 一直出现在综艺节目 中国拼业逐渐没有了他的地位 那从世界冠军到万人嘲讽 张继科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张继科1988年生于山东省青岛市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运动员 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 他是拼谈历史上第七位大满贯选手 也是继刘国良 孔令辉后的 中国男厅史上第三位大满贯选手 纵观张继科的整个职业生涯 可以说是短暂的辉煌 乒乓球领域一直都人才辈出 曾经刘国良在拼谈叱咤风云 把能拿的荣誉拿了个遍 退役后 他成为了响当当的教练 交出了一个又一个实力选手 张继科就是他的徒弟之一 张继科是一个性格奔放的运动员 他的放荡不及年轻朝气 让观众很难不注意到 他在拼谈拥有着绝对的统治 使得他很快的就成为了新一任的大满贯得主 他从小就练习着乒乓球 自己出生在了一个乒乓球世家 父亲的严厉逼迫 使张继科有着非常好的球技 加入国家队以后 他成为了刘国良非常器重的一名球员 刘国良当时看到张继科时 知道他非常的不成熟 有点太过于骄傲和狂妄 因此刘国良在这方面没少下功夫 经常提醒他给他打响警钟 提醒他各种出格的行为 在成名以后 他仿佛无心念球 会出席各式各样的节目和综艺 随着他曝光度越来越大 在球迷中的口碑也逐渐下滑 尤其有一次在直播中 张继科面对网友打赏的礼物非常开心 让网友多次对其进行打赏 少则几元多则上千 因此一场直播下来的收入 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利润 而很多知名人物直播的时候 都会提醒大家不需要送礼物 反观张继科 这样的行为会让一些网友觉得不好 此外张继科与景田的恋爱闹得沸沸扬扬 当时两个人恋情曝光以后 虽然粉丝都觉得有些出乎意料 但还是纷纷送上了祝福 既然公开了 那么就好好的跟景田在一起 两个人的恋情刚开始也足够稳定 但慢慢的两个人传出分手的消息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毕竟爱情不能每次都能走到最后 但张继科接下来的做法让很多人反感 他多次的在一些节目上说是因为景田的原因 两个人才不得而终 这样的话一出 让不少的人认为他没有一个男人该有的担当 从背后说人坏话 未免也太不成熟了些 其实这样的口碑也是在他不怎么打球以后 因为在那之前 张继科渐渐淡出的国家乒乓球队 他本就是从国家乒乓球队出身的 在不打球以后 有些粉丝渐渐离开 而真正让张继科无法登上2021年 东京奥运会的原因是早在2019年 张继科就因为没有系统训练 就退出了2019年的四拼赛 直通赛预选赛和决赛阶段的争夺 就此两年内 张继科基本没有参加国内外的乒乓球赛事 竞技状态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巅峰 其实仔细想想 2018年9月份开始 张继科就基本不怎么参加乒乓球比赛了 那使得他工作重心似乎更倾向于娱乐圈 不过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张继科的职业生命对比同时期的马龙许新 确实要短很多 因为他的打法凶悍 对身体伤害更大 所以他伤病也会更多一些 真正让他退出乒乓球的原因 正是因为伤病 对比马龙的打法 对身体的伤害就会小一些 要知道 马龙在08年就已经随队参加奥运会了 而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依然有马龙的身影 所以让张继科离开体坛的真正原因 就是他的伤病问题 如果不是伤病问题 这位被日本媒体称作帝国绝胸虎的男人 绝对能在世界体坛 在征战数年 为国争光 而让大家最感到意外的是 张继科还有一个最大的坏毛病 就是老书钱 然后向不少人借钱 这样的爆料出来之后 大家纷纷觉得 这种是对一个知名运动员来说 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事情 作为一名国家级别的运动员 张继科的责任非常大 曾经很多大众都喜欢他那狂荡不羁的性格 对他的喜欢程度非常之大 有一段时间里各大网站全是张继科 他也一度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其实作为一个国家级别的运动员 大众对他的期待很高 而且他还拿过奥运会冠军 有些时候 大众对他的期待太高 但是大家没想过的是 毕竟他只是一个运动员 并不是什么三好青年 所以离开了乒乓球领域 他就仅仅是一个普通人 有着普通人身上的不足之处 大众发现了这些不足之处 以后想着你堂堂奥运会冠军 竟然能有这样那样的事 久而久之 就觉得不喜欢他 而我们要知道的是 国家队的球员们 大多数都是从小就开始练球 所以他们基本没有人管教 身上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问题 张继科自从2012年成名以来 他身上的那股狂劲 让观众所喜欢 但久而久之 发现他有时候不分青红皂白的狂 那么本来大家喜欢的一个点 逐渐变成缺点以后 对他也开始进行了抨击 从而渐渐的张继科口碑越来越不好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他不打球之后 如果还在赛场上 那么大家肯定会觉得他为国争光 一个正能量的运动员 是国家的骄傲 但一下赛场 大家发现 原本喜欢的正能量运动员 去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探索 他身上的缺点 也逐渐被放大 加上不打球 很多观众也看不到他身上的闪光点 所以就会对他越来越厌烦 但其实没必要对张继科进行抨击 毕竟他曾经为国争光 是国家的英雄 如果不喜欢他这个举动 大可不必再对他关注 如果把他当作偶像来看的话 那也不需要担心 因为张继科在我们心中的样子 一直都一一星光 他之所以成名 还是因为乒乓球水平 所以可以只关注他的专业就行 其他方面并不需要太多的关注 当然一个公众人物品德兼优是最好的 但如果有其他不足的地方 球迷们也可以督促他改正 相信他也会看到 那么大家对于这位彪悍的国兵猛将 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看张继科这朦胧的眼神 凌乱的步伐 坐在观众席上的那个不懂球的胖子脸都黑了 这是在里约奥运会乒乓球男子 单打四分之一的决赛上 张继科对战日本选手丹宇孝希 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张继科饰演轻松 拧拉动作频频失误 球更是多次出网 把连拿三分的丹宇孝希演得一脸猛一 完全搞不懂张继科这是什么战术 很快 第一局比赛在张继科梦游般的打法下 被对手打出个5比11 输掉了第一轮比赛 在此之前 丹宇孝希从没有打赢过张继科 此时的刘国良 虽然面无表情 内心早已非常憋屈 趁着休息的空荡 喊出了当年的经典名句 醒醒啊 这是奥运会 别懵了 在刘国良的叫醒服务下 张继科瞬间精神抖擞 此时赢了一局的丹宇孝希 正卯足了净准备和张继科打第二场比赛 觉醒的张继科 把膨胀的日本选手丹宇孝希一顿弄抽 用上一局失误的霸王领 此丁丹宇孝希的反手大脚 球又挤又转 让丹宇孝希不管在什么位置都发不上力 球不是下网就是出界 好不容易抓住节奏 又让张继科一顿爆口 丹宇孝希瞬间就开始怀疑人生 正所谓不管他什么打法 张继科用霸王领都能给他治得服服贴贴 比分也被他死死摁住 第二局直接把对手打了个11比4 接下来的几局 张继科犹如一头觉醒的雄狮 越打越猫 战斗力瞬间爆表 将对手打得措手不及 最终分别以两个11比7和一个11比4 拿下了整场比赛的胜利 整场比赛 丹宇孝希不断地擦汗 神经高度紧绷 但还是接不住张继科的猛扣 刘国梁也是每到空档就给孩子醒脑 赛后 丹宇孝希坐上休息区久久缓不过神 强忍着枯意的表情 也是非常扎眼 张继科虽然赢得了比赛 刘国梁却没有意思夸奖的眼神 眉头紧簇 对于张继科也是哭笑不得 之后张继科在接受采访时承认 自己在赛前确实是睡着了 自己的比赛在晚上8点多进行 但那下午5点多就到了 因为上一场比赛时间的顺颜 自己在沙发上睡了40分钟 结果上场的时候迷迷糊糊 上去就输掉了一局 好在 刘国梁及时叫醒了张继科 要不还真怕他用梦游般的球技打下全程 据说 张继科在回国以后 也因为此事被刘国梁送去乡下卫珠 很快 张继科也验证了此话睡着是真的 被送去卫珠也是真的 放眼这么多届的奥运会 敢如此应战的怕也只有张继科一人了